12月12号 学传英超基层足球教练培训项目 在中国村超发源地贵州省荣江县开班 这标志着村超与英超正式开启实质性合作 2023年 一场由贵州荣江当地村民 自发组织的村超足球联赛火爆网络更火出国门 中国球迷对体育的热情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我认为我认为孙虾有这样的热情在中国 现在赚上赚了一场赚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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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比赛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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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比赛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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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们的视频最重要的事是带产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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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可以在未来与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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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产生产生产生 学传英超项目是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举办的足球教练培训项目 其借助英超培训团队的专业知识 把发展基层足球和管理俱乐部的方法经验传递出去 该项目在2009年进入中国后 已经在25个城市培训了2500位校园足球教练和裁判员 The Premier Skills programme in its very core is to enable coaches to equip them with skills so they then can work with young people to engage them in football make the football game available to them bring more enthusiasm into it and share the enthusiasm they usually have for the game with the young people and develop their positive relationship towards the game and in a way allow everyone every child to be able to join the game as a player or as a fan or as just someone who enjoys watching it 此次参与培训的44名学员 均来自荣江的各行各业 他们是村超场上的足球运动员 裁判员和教练员 当天 在学传英超项目教练员的带领下 学员们开始在足球场内进行训练 学员们相互配合 逐一完成各类训练目标 每遇到训练小节结束 教练员会立马和学员们进行互动 让学员从中收获 学习外教怎么去带队 或者说怎么去沟通和鼓励 很多专业的人士 或者说专业的教练过来指导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先进的教学 就是这是非常好的 可以给我们当地的本地的教练员 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 给予我们增加一些新鲜的一些学业 让大家觉得训练原来还可以这样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 能够通过多方面的培训 让整个一个是青少年的足球 有一个质的一个发展 让以后的这种比赛 比如说个人的一个能力上 有一定的提升 技占组上面有一定的提升 还整体的水平 也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在2023年举行的福贸会 多彩之夜活动上 村超管理中心与英超联赛代表 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在足球文化交流 宣传推广 人才培养 产业发展等方面携手 助力中国足球持续健康发展 此次进行的学传英超项目 就是双方推动合作的首个项目 在英国驻重庆总领事馆 副总领事施伯荣看来 球场上是好朋友 球场外也可以成为合作伙伴 促进经贸往来 体育往往能发挥独特的 桥梁纽带作用 与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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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商业地掌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